买入及大涨实现利润翻倍 原来利用这个主力空中换挡战法就可以实现 今天我就给您分享一个捕捉强势股起张点的方法 主力空中换挡战法 第一次观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先点击关注再收藏 以便要后期长期收听我的视频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个股票的走势 前方助理完成后 当脱离底部区间后股价就开始了快速的拉升 节奏很快 所以我们很难在里面跟着主力吃肉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股票上涨 但其实往往主力动作越明显的走势 我们更容易捕捉主力的动向 比如这个股票先以倍量涨停的形式突破了几步区间 两个涨停板后快速进行调整 缩量调整五天 当再次放量突破平台时 股价就开始了快速的拉升 这就是经典的主力空中换挡战法 这个战法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我放在屏幕的左上角了 这三个方法包含了量价时空四个要素 从而可以更加精准的判断主力的动向 对于后期如何更加精准的判断入场时机 就是我要今天给你分享的一个MACD战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当强制股回调过程中出现主力空中换挡后 我们发现下方的MACD也形成了金差 当MACD形成金差后 也就是多方量能占优的时刻 它所对应的这根K线就是启动点 平常我们在使用MACD指标时 经常发现金差买一买就跌 四差卖一卖就涨 其实这是MACD顿化延迟的问题 使得我们在使用MACD来看买卖时 总是踏错节奏 其实油资机构在使用MACD时 悄悄把参数进行了调整 就像这个图形 同样是MACD指标 普通的MACD指标在回调过程中 不发出任何的买入信号 但是机构用的MACD 却能够更加灵敏的捕捉启动点 这里的MACD参数进行了优化 实用的是油资机构专用的参数 从而提高了MACD时代的准确率 优化后的MACD 你可以免费预约领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MACD指标 为什么我们会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踏错主持浪的原因 当股票走势 出现了主力空中换党后 我们可以利用机构MACD 来实现启动点的精准捕捕 轻松买在大涨前 那搭配着MACD的空中换党战法 您学会了吗 您的股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